结果我这个已经把它贴到云端上了 反正就是第一段分第二 我把它分两段 一个是把它新增上去 一个是把它查回来 反正你会下载放资料库 然后再把它查回来 基本上以后你要应用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我们大概来把这个run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这边有一段 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直接下载 但是我最后run完之后 我会输出一个print 会完成 不然的话 扫这一行好像没有讯息 无声无息 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 这个时候当然你也可以去 用Seqlite Browser把它开起来 不过如果你不想要用Seqlite Browser 我们前面有用个查询 我叫Market 把它从资料库再查出来 其实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分别再用逗点把它分开来 直接把它输出 这样结果就OK了 里面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跟刚刚前面那一点不一样 第一个 首先的话第一个还是一样要到这上面 你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我前面讲过 一样第一个 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可以用记事本先开一下 它的另存新档一下 它是UTF-58 所以第一个我知道我encoding后面就不能用CP950 CP950的话那就一定是乱码 第二个的话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东西丢到那个什么Nolabic Plus Plus里面看一下 那一样你一样检视里面的特殊 只是说用Nolabic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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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简单一些 OK OK 有问题吗 因为我想说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两个注意一下UTF-8跟那个这个换行的部分 可是你刚刚那个里面 你刚刚前面那里啊 刚刚前面的PST档 他那个就是前面刚那个 这个吗 你看那个22跟23啊 是不是他不一样 他那时候有怎么样 其实刚刚我有看到这一个 不过把它映射到那个Database里面好像没有出错 没有影响 只是说他这边很讨厌的地方是说他多了一个就是LF 就是多反斜线N的 要不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取代掉 把它变成没有 把它也许这个地方可以用replace的方法 假设如果你里面有那个换行 反应你可以把它去掉 如果不影响的话 那就暂时先就不理会他了 OK 刚刚弄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暂时就顾虑他 因为我们先把主要问题先解决 不要因为其他的小问题而造成 好像问题越来越多 OK 如果之后当然你如果希望把它拿掉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replace可以把它replace掉 OK 那这边两个问题知道了 所以我们知道他那个下载的方式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把刚刚的程式做几个地方的修改 OK 第一个的话当然我刚刚提过了 他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下载的时候 这边先建资料库资料表 然后再下载资料一定是UTF8 OK 本来是CP95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切横向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先去sprint的时候就不是反斜线R 直接就反斜线R就可以了 因为他只有一个LF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在从第一 应该是第二笔 应该从零开始 那第一笔其实是蓝未明在跳过 最后一笔是空的 所以要把它减一 那另外的话就把它sprint 先sprint它的换行 OK 然后再sprint它的重点 OK 接下来的话就insert into 所以一样嘛 我们就在insert into之前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先print这个SQL语法 那特别注意这个SQL语法的话 当然我是把那个key拿掉了 不过如果你要加一个key 因为我那个primatekey先把它拿掉 当然如果你要auto increment自己再加一加 反正就是多一个key 因为这个日期会重复 你不能用key这个日期当key 会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资料形态 就是说这个栏位形态 我在create的时候 我是给它一个data 那你insert到database的时候 记得也是一样要前后给它双语号 如果扫这个的话好像会出问题 它会帮你把它当一个数字来看待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然后好像刚刚insert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如果没有加单引号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数字 会把它当成一个数字处理 结果好像就不会是看到data的结果 其他的话大概就没有怎么改 大概就是把它insert之后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完成 所以print没有问题 而且你也可以把这一行复制 贴到那个seqlite browser上面execue一下 确定ok 而且资料也进去了 那表示没问题 没问题之后的话 我就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再改回来 就是print 再直接execue看看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把它全部执行完毕 那一样我这边也有把它做不掉 所以刚刚已经有了就把它做不掉 重新再帮我什么insert一次 ok 其实还蛮快的 虽然资料在网路上面 不过好像档案很小 所以一下子全部都完成 最后的话呢再切到我的那个slate的部分 那slate其实很简单 就把它里面知道 全部都slate出来 那中间帮我加豆点 ok 特别注意 seq几个我都没有转型 只有最后一个那个平均 因为是double 所以可能要把它转型一下 这个时候执行的话 看起来应该就没有问题 执行也没什么问题 后面的话 ok 那请各位把这部分呢 先试试看 那里面因为其实就是 把前面的东西 一些细节部分注意到的话 我想你输入进来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那我又把刚刚我完成的这个程式 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后面可能就要再来看Jackson Jackson Jackson档案格式 那这个Jackson档案格式 我前面讲过 他其实跟那个 Python里面的那个dictionary 那个字典其实还蛮match的 反正就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最好下来之后 丢到dictionary 字典里面 然后再去解析他 我们前面讲过嘛 一个dictionary 我自己的习惯是切成两个lacer处理 反正就两个lacer 另外其实也可以用item 不过我自己觉得item 我用的不太习惯 我比较习惯用lacer ok 所以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你可以用你习惯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ok 好 那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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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